亞洲盛行的魚角壁索性青光眼 傳統大多採用紅膜雷射治療 英國知名期刊發表最新論文指出 早期摘除水晶體 比傳統治療有更好的效果 器官還沒有壞掉之前 但是因為它有潛在性 可能會造成青光眼的 我把這個器官先摘除掉 來降低眼壓 那這個觀念的話 因為在魚角壁索 如果急性發作的話 它會造成急性的失明 一般來說 是針對已經有白內臟的患者 來這樣做是比較理想 魚角壁索性青光眼 在台灣站青光眼患者三到四成 女性身高160公分以下 年齡55歲以上 以及本身有遠視100到300度 都屬於浩發族群 尤其在秋冬季 因為秋冬的時候 這個皺短夜長 我們瞳孔放大機會比較多 或者說是會吃一些感冒藥 因為感冒吃了感冒藥 因為感冒藥很多是有 副交感神經阻斷劑 它吃了以後 它瞳孔會放大 那一放大以後 就會急性發作 會造成失明 英國提出的新觀點 雖然長期醫療費用較低 但就醫療倫理方面 還有待商榷 專家建議 如果要預防眼睛方面的疾病 40歲過後 定期篩檢 可以提早發現 提早治療 大家請問 普出貝許英豪 台北報導 提早 突貝許英豪 雖然 絹 燃